現在有聲音,你很清楚什麼時候 因為以前沒有聲音,現在突然間又出聲 我不知碰到哪裡 本來一塊葉就是一條病 這些畫未必是按照樹的生長 我就畫多些,這樣還是可以找些顏色來勾 找些顏色來勾,看一下顏色來勾 藍藍的色來勾 這些藍藍的色,紫紫的色來勾 這些點就是一種基本功 你們練好這些基本功,就是臨畫了 你如果未練了基本功,都可以臨畫的 但是我教你的方法 打基本功就會快捷一些 其他老師就一幅幅畫給你畫 一幅幅畫給你臨,臨到八幅畫之後 然後基本功就出來了,都可以的 我都贊成你好像這樣學的,你們自己選擇 兩個來都宣佈了 有重大事宣佈 對,你們也要 剛剛錄下他說什麼 是,你也要畫好一點 你是說什麼 你畫好一點嗎 你叫我畫好 你們可以說話 好 好,首先和各位說一下 因為今天是第一堂上台 就要跟老師說一些東西 我剛才說過 譬如說 剛才有天氣關係 這樣就 可以看到那些腳趕著下雨 這樣就很曬 那位置就小心天氣 如果真的曬得太大 喝多點水 不怕有黃穩地 還有盡量不要遲到 或者早退 因為我有時候會留意到 那些同學會比較晚才來到 老師已經不管你 我已經畫了 我不等你 再之前那些 看不到老師 怎樣教你們開頭的東西 所以最後一刻就不要遲太多 好 要是 最好不要遲 對 都不要遲 老師不知很準時 如果說 第一課 第二課之後 一般正常說 應該不會見到陌生人的 如果突然看到有陌生人的 你知道老師畫畫 很多人都要進來看 就算不是這班 都會進來看老師畫畫 所以要有解釋這個情況 整個圖 好像看老師畫畫 又有老師的詳詳詳詳詳詳 不要緊 我們進來廣東室 跟我們同事說 我們就會 叫一個陶生出去 問是甚麼事 是不是有興趣 如果是要先去下期 不要緊的 還有我們說不能吃東西 儘量不要喝一些油 可以有色的 或者七粒粒的飲品 水的話 應該沒問題的 不要在地上濕透就可以了 還有如果 譬如是暑假 我知道有些房子 可能會有些小朋友 暑假是不需要上學的 又不敢放在家裡 其實你可以帶他回來的 之後放在圖書館 如果大一點的話 就可以用一下電腦 如果小一點的話 可以看看圖書 我們有圖書給他看的 還有 如果譬如說 有時搞一些活動 好像前幾陣子 四個班的書畫 同學都有做一個書畫展 也都希望同學 可以說 學完之後 到下年的時候 又輪到你們這批 可以展示一下你們的成果 好呀